我们可以Google一下呀 哇,居然有诶 这里是孟加拉一处的平民区 大约住着有2万多位的平民 这里经常没有电 夏季时,屋内的温度经常高达摄氏45度 其实,只要利用废弃的木板和没有用的宝特空瓶 把它们组合起来 挂在铁皮屋的墙上 就变成了不用电的冷气机 能够帮助室内降低温度 达到摄氏5度以上哦 这真的太神奇了 可是感觉很不靠血眼 那么我们来看看影片中所说的原理吧 当我们张开口 对着手掌心哈气的时候 手掌心会感觉热热的 当我们绝着嘴 对着手掌心吹气的时候 手掌心则会感觉凉凉的 当热空气被向前推进通过宝特瓶身 然后,热空气在经过宝特瓶瓶颈的时候受到压缩 在瓶颈被压缩的热空气 经由瓶口快速的释放出去 空气会因为瞬间释放快速膨胀 而使得温度降低 热空气通过宝特瓶以后 就会变成冷空气 越想越奇怪耶 不如我们动手来实验看看吧 我们用两个涂成黑色的瓦楞纸箱 来模拟铁皮屋 一个纸箱装好宝特瓶冷气机 当做实验组 一个纸箱装宝特瓶冷气机 当做对照组 实验步骤 将两组模拟纸箱 1.放置在炎热的户外实验 2.放置在无风的室内实验 3.箱内用小电风扇吹 4.用大电风扇吹宝特瓶的瓶声 实验记录方式 每隔10分钟 记录一次箱内温度 连续记录60分钟 放在户外实验的结果 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比没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箱内的温度平均下降0.8摄氏度 静置在室内实验的结果 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和没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箱内的温度没有差异 分在户外 并且箱内用小电风扇吹的实验结果 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比没有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箱内的温度平均下降0.8摄氏度 最后 我们单独把用宝特瓶冷气机的纸箱 放置在室内 同时 箱外用大电风扇 对着宝特瓶的瓶声吹 箱内的温度 大约下降了0.6摄氏度 从这四个实验 可以发现 纸箱在室内完全没有风的条件下 两株纸箱的箱内温度 几乎没有差异 而纸箱放在户外 或者是用电风扇吹的条件下 有装宝特瓶的纸箱 会比没有装宝特瓶的纸箱 大概下降1度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箱子外有没有风 确实会影响 有装宝特瓶的纸箱的箱内温度 但是为什么不能像影片中所说的 可以达到5个摄氏度以上的降温效果呢 那么我们来按照影片中所说的原理 做实验看看 影片中的原理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使用红外线温度枪 按照影片的方式实际做测试 张口哈欠时和绝嘴吹气时的温度 实验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我们也拿了厨房常用的锡箔纸来做实验 对着锡箔纸 张口哈欠和绝嘴吹气 实验的结果 温度也是没有明显的差异 手掌心会感觉比较明显的温度变化 其实这只是体感温度 感觉上的差别 并不是因为环境温度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按照三年级自然和所做过的 关于宝特瓶人造云的实验 测量在宝特瓶的瓶颈位置 加压前到施压后 瓶颈温度是否有很大的变化 实验的结果 瓶颈的温度会随着压力增加逐渐升高 当灌溢的压力到达每平方英尺40磅力 瓶材会被冲开 瓶颈的温度大约下降1.3摄氏度 就算用打气筒在宝特瓶挂入很大的压力 仍然无法降低瓶颈的温度 大5摄氏度 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么样的强大 甚至比超级台风还要猛烈的风速和气压 恐怕早就把平民区的铁皮屋给全部吹倒了吧 所以宝特瓶纸箱 箱内温度的变化 并不是和绝热膨胀有关系 而是和白努力定律有关系才对 白努力定律说 风速比较大的地方 它的压力比较小 所以这其实是箱外的风速比箱内大 而使得箱内的热空气被吸出到箱外 并不是箱外的冷空气吹进箱内 才使得箱内的温度比箱外低 这段孟加拉影片中所宣传的 有装宝特瓶冷气机的铁皮屋 其实它的降温效果 就和有开窗户的铁皮屋是完全一样的 影片中所宣传的内容和原理 经过我们实验证明 它的内容是夸大而且无效的